集体乘车 冒雨来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 东坝中心公园内 参加义务植树的首都干部群众 少先队员正干得热火朝天 看到总书记来了 大家纷纷向总书记问好 习近平披上雨衣 拿起铁锹走向植树地点 同北京市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同志一起 参与到植树人群的行列 产土造坑 陪土违宴 提水浇灌 现场一派繁忙景象 气氛热烈 习近平一边劳动 一边教孩子种树的方法 并与孩子们聊起学习生活情况 问他们家里父母多大年纪 在小学有没有安排生物课 对植物了解多少 现在作业多不多 课外辅导多不多 习近平强调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绿色发展是我国发展的重大战略 开展全民义务植树 是推进国土绿化 建设美丽中国的生动实践 各地区各部门都要结合实际组织开展义务植树 要创新组织方式 丰富进责形式 为广大公众参与义务植树提供更多便利 实现全年尽责 多样尽责 方便尽责 习近平对大家说 我国人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 国务委员等参加植树活动 欧阳 许多点 欧阳 许多点 欧阳 也已有 是 又欧阳 诶 今 又 当时 你 香港 公众 大伙子 可